三十多個清潔承辦商代表開會後除共識 不接受政府的安排 代表說政府的保貼沒有包括勞工保險和長期服務金等 認為這些開支會因為最低工資實施而增加 外判商可能因為承受不了而倒閉 政府作為真正的僱主有責任之負 他出來的方案就是要我們有損失 問題不是說有些議員或有些人說你們沒有算盡 我們根本沒有算過也沒有計過也沒有收過 為何要無端端要我們去承擔這個責任呢 這個責任不是我們的是政府的 他又說會去信要求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中會面 如果當局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不回答覆 但聯盟中會到政府總部靜坐抗議 香港寬頻電視機就在你現影不動